歡迎收看生活大挑戰 我是主持人 鼠片 這集要挑戰的題目是 如何在過年圍爐避開長輩的問候公事 又到了每年與許久不見的親友們相聚的時候了 但面對長輩們身家調查般的連環問候 你是否也感到害怕無處呢? 別擔心 只要學會今天這幾招 你也能夠平安度過這個農曆年的 有請我們這次的挑戰者 他是擁有三寸不爛之蛇 長輩人人嗨的親切大表哥 床編 恭喜發財 紅包拿來 沒有紅包 我就不來 再來是我們的關主 他是無情的至尊破壞者 人稱烤溫機關槍的老雞霸 你這有多少 有沒有對象 我在你這個年紀 早就買房了啦 挑戰者床編 是否能夠順利抵擋得住 老雞霸牽切的問候攻擊呢? 讓我們來 一起看下去 挑戰開始 老雞霸 好久不見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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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有沒有很塞啊 還好啦 車不多啦 今天天氣不錯齁 對啊 蠻好的 床編和老雞霸 現在做起虛寒溫暖的表面功夫 坐坐坐 來啦 你坐啦 好 口口不口 要不要喝點茶 不用不用 沒關係 那你 期末卡口都少了 去補習幫忙 趁下什麼社團 什麼時候畢業 未來志向是什麼 大隊建立 跑第幾棒 沒想到老雞霸毫不留情 一下子就來個連續combo 可惡 我不能慌 要先鎮定下來 看我使出轉換話題術 來呀 老雞霸 太久沒見面了啦 我早就畢業在工作啦 阿你 你看 我有買這個鳳梨酥送給你喔 那那你 你趕快吃吃看 我是說 吃啊 快吃啊 不錯啦 那個鳳梨酥又乾又燥 我是一時半刻 就能重新開口說話的 老雞霸 拼命喝茶 拒絕著 終於成功榜 冬梨酥解決掉了 好吃嗎 要不要再來一個 好啊 我不用啦 我剛剛是要問你 你是做什麼工作 年資多少 你家有待人嗎 我是做那個 YouTuber啦 Uber 送外送的嗎 是YouTuber啦 做動畫拍影片的 拿薪水好嗎 這樣可以賺多少 上菜囉 這個佛跳牆很好吃的喔 幸運的床邊即時逃過一劫 我去幫忙燉菜 不用啦 這是最後一道菜了 那那我去拿碗塊 我已經在拿 隨著大家陸續就住 挑戰繼續開始 好耶 我們可以開動囉 剛剛說你 小雞汁好像最近長高很多 有嗎 有啦 有啦 床邊趁長輩還沒開口之前 成功轉移了話題 呵呵 這就是引導話題書 可能是他長長去公園 跟朋友拉蛋槓的關係吧 喔 你在學校有很多朋友喔 還好啦 哇 你真的很受歡迎呢 老雞爸 發覺插不上晃 只好先低頭爬飯吃 話說你現在還是 跟你的室友薯片一起住喔 對啊 那你有沒有買房的打算 老雞爸 找到話題突破口 低落的病重床便要害 我剛出社會而已 還沒有這個打算啦 呵呵呵 什麼沒有這個打算 我跟你說 年輕人啦 一定要有自己的幌子啦 我以前剛出社會齁 就給自己建的目標 每個月要存多少錢 火雞爸進入隱身長台模式 開始連豬炮攻擊 這床邊仇魂有話 不知如何是好啦 這個真的 不行 我要振作起來 看我使出 讚同不演術 知道人嗎 嗯嗯 你說的沒錯 沒有道理呢 嗯嗯 是 沒錯 喔 對 喔 對阿 嗯嗯 是 沒錯 西風看起來好像化解開來了 對對對 原來是這樣阿 哇 老雞爸好厲害喔 原來是這樣阿 後來我賣掉錢 我賠了快一百萬喔 那我要學選你呢 你說你要選我賠錢 不是 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不然你是什麼意思 是要跟你學習記取教訓 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啦 哈哈哈哈 喔 是這樣子喔 對啊 老雞爸就是我學習的榜樣 那你現在有沒有女朋友 你以為已經平安結束話題的重編 沒想到卻被老雞爸開啟新的戰局了 喔 還是有男朋友 他也是外祖國你們囉 喔 不是 那你什麼時候結婚 要生幾個小孩 不能不要生喔 台灣的生育率 都是被這些不想生的年輕人 給拉低的啦 哇 旁邊終於招架不住 崩潰了 喔 我的女朋友有 亞斯納丘本粒子迷豆子 那美莎莎雷姆 我不知道誰才是我真正要結婚的老婆啊 呵呵呵呵呵呵 唉唷 老公 大過年的 你不要這樣子啦 來啦 看你那麼辛苦齁 阿姨給你一顆紅包啦 謝謝阿姨 真不好意思餒 長這麼大了還有紅包可以拿 喔 我們家的傳統是結婚前都能拿紅包啦 其實我這邊有準備紅包給 蛤 小朋友們 上啊 啊 安倍小朋友們起切一空啦 啊 對啦 新年新希望 你今年有沒有什麼目標啊 蛤 目標 我好像還沒有想到什麼目標耶 蛤 你怎麼能沒有目標 你這樣怎麼會有競爭力 怎麼努力進步呢 喔 老雞爸直接給了床篇 第一個陷阱題 床篇 中雞啦 呃 是有目標啦 但是說來話長 下次有機會再慢慢說啦 啊 不急 我今天還有很多時間聽你講 呃 真的有點複雜 可能講個三天三夜才講得完啦 連假不是還很多天 床都幫你鋪好了 你就住下來慢慢收吧 那是我的床 呃 這樣不好意思啦 我也沒帶換洗衣服說 你阿姨已經打了一件毛衣給你喔 你穿穿看吧 無路可退的床篇 到底該怎麼做呢 可惡 只好使出殺手劍 直接中離束了 啊 我忘了我明天要出國玩耶 可能要先回去準備了 那我們就明年再見囉 掰掰 新年快樂 欸 現在還出得了國嗎 蛤 阿姨要去哪一國 呃 那個就是 苗栗國啦 哈哈哈哈 YA 出錯國玩囉 挑戰成功 這場生活大堆決 床邊不僅誇解了 長輩的問候空事 最後還帶著大家一起出國旅行 真是皆大歡喜和樂融融啊 各位一幕前的觀眾 眼睛學會了回應長輩問候的訣竅了嗎 過年回爐 只要像床邊一樣 懂得察言觀測 胡亂嘴泡一番 一定可以讓翻桌氣氛更加和諧的 那我們下一次的生活大挑戰 還想看到什麼對決呢 請在留言區留言給我吧 嘿嘿 祝大家新年快樂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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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